好,我們開始錄影囉,來 質量為200公斤的炮身 沿水平方向發射質量5公斤的炮彈 所以我們要畫一個炮台 炮彈在這裡 好,沒關係,我們來連 好,下一題想問什麼呢 第八題是不是 來,我們看第八題 來,第八題是個觀念題,可以嗎? 來,那我們其實呢,我們借用 我們借用剛剛的這個圖,我們直接來看 他說對炮彈而言,爆炸前後炮彈的動量守恆 不要被騙嘛,我說你們都會被騙嘛 他只有哪個方向動量守恆 水平 水平,水平,他沒有加水平不行 好不好 OK 來,應該這麼說,如果是對炮彈本身而言 他前後動量沒有守恆 因為炮彈一開始是沒有速度的,後來有速度 我真正的動量守恆是對誰? 對整體系統 對整體系統的動量呢,是有守恆的 沒有錯 爆炸就動量守恆,沒有錯 那你爆炸的動量守恆,其實也不用特別提水平 因為我說過爆炸都是一瞬間的 所以各個方向的動量,我們都視為守恆 好不好 B,火藥爆炸的推力,對炮彈而言是外力 對阿 沒有錯阿 對炮彈而言呢,他會覺得是火藥在炸他 把他往外推 對炮彈而言,這個是外力,沒錯 C不對,對炮聲而言呢 爆炸的推力對炮聲而言,也是外力 但是這個推力呢 對整個系統來講的話,則是內力 所以豬呢,要改成內力 爆炸前後呢 總動量當然守恆 好不好,把正確的這個 敘述呢,把它修正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是整個系統的內力 你對整個系統而言是內力阿 對個別是外力阿 所以我說 你的力量是內力還是外力呢 同一個力量,明明是同一個力量 為什麼有時候是外力,有時候是內力 你要看他所謂的對象 到底是誰 還有你的系統呢,到底如何選取 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好不好 還有哪一題 第一題說什麼呢 有一隻小鳥的質量是0.9公斤 然後呢 以每秒10公尺的速率呢 在空中水平飛行 突然啊 被一個時速每秒100公尺的子彈 牽直向上 打中 子彈實際上是0.1公斤 擊中小鳥之後呢 卡在小鳥的身體裡面 假設作用時間極短 關鍵字化線 且動量守恆 好 則,擊中後小鳥速度 為多少公尺 來,請看 作用時間極短 所以呢,動量守恆 所以呢,動量守恆 OK 蛤 那他有沒有死會影響 呃 我看你講一張那隻鞋 假設擊中後他死亡了 假設擊中後他死亡了 是不是 好吧,你就當他死了 好不好 OK 其實不太會有影響 如果是那一瞬間的話,影響不到 好不好 那我們要怎麼做處理呢 來,要小心,因為他有水平的方向 也有牽直的方向 所以我們要先看一下 兩個方向的一個討論 我們先看水平方向 來 水平方向呢 動量要不要守恆 咬喔,咬喔 所以 劈前等於劈後,可以嗎 我一開始呢 只有小鳥0.9公斤 跟他本身的速度 來提供水平動量 好 但是呢,我後來啊 子彈打進來了 我的總質量就增加了 OK 會乘一個新的速度 喔 那你這樣子一看呢 其實很簡單你就知道 VSPROM就會是多少 9 就會是9喔 所以呢,你會從 你這個後來呢,就從10變多少 變9 這個是水平方向 那牽直方向呢 然後呢 一樣遵守動量守恆 好不好 前動量等於後動量 但是呢,你要看的是呢 我,子彈打到小鳥之前呢 我們先看一下 小鳥0.9公斤 他是沒有任何的牽直方向速度的 但是呢 0.1公斤的子彈 有沒有速度 有喔,他速度是100 可以嗎 然後作用在 最後呢 子彈卡在小鳥身體裡面 所以他們的總質量要視為是 0.9加0.1 則他們會有一個新的什麼呢 Y方向 喔,的速度 所以這個VYPROM呢 我們可以算一下 會是多少 會是 10吧 喔,會是10吧 對不對 所以VYPROM OK 所以你既然知道 這個小鳥啊 它最後呢 會有一個 9的水平速度 又會有一個 10的牽直速度 所以呢 V BUR 根據我們的 V4定理 你把它帶進去就行 9的平方 加10的平方 好 9的平方 加10的平方 9的平方是81 10的平方是181 好,所以是根號181 他問說是什麼呢 大約是多少 大約是多少 我們會選擇是13.5 好 因為你自己看嘛 10的平方 叫100 16的平方 叫256 所以你只會選 他們中間的這個選項 跟答案 這樣了解嗎 有沒有問題 而且呢 順帶一提 這個其實不只是小鳥的速度 其實也是誰的速度 因為他們已經合體 他們速度根本就都一樣 對不對 好,可以嗎 來看第9題 兩個質量不同的物體 分別綁在彈簧的兩端 禁止放置在光滑水平面上 把光滑畫線 精英將 彈簧壓縮一段距離後放開啊 來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要說明一下 這個要畫個圖 這不能嘴巴說說了 OK 假設一個小M 一個大M 好 他今天說先壓縮 像這樣子 然後再釋放 OK 好 再釋放 好 這個過程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一個選項一個選項來看 來看 彈簧啊 對兩個物體的作用力的量值相等 對不對 當然對啊 好 你同一個彈簧呢 被壓縮的時候呢 就會幹嘛 想要往外掙脫 這個恢復力 一定是相等的 好 所以這個恢復力呢 不管是給小M還是給大M 這是一個相同的力 所以呢 A是正確的 再來B 再來B 彈簧對兩個物體造成的加速度相同 有嗎 來 你既然力量一樣 但加速度不一樣啊 所以根據F等於MA OK 你力量相同 但是質量不同 你加速當然就不同了 對不對 就這樣子啊 好不好 C呢 彈簧對整體系統而言 是不是內力 是 沒有錯 整體系統而言是內力 但是相同的呢 它分別對小M跟大M而言 都是屬於什麼 沒錯 慢慢抓到重點 好不好 再來看 豬 兩物體的動量量值相等 對不對 對 豬是對的喔 來為什麼 你要想一件事情 其實啊 你既然呢 這都是 對系統而言 這都是內力 所以你的系統的動量是怎麼樣 你系統的動量是怎樣 是手橫的 可是你要知道喔 壓縮前呢 我是禁止的 所以完全沒有動量 那壓縮之後呢 你看壓縮之後 我就一個往右 一個往左 來彈開了 所以呢 我們假定 右邊這個會有V大M 左邊這個會有V小M 好 我們令向右為正 向左為負的話呢 碰撞 不是 壓縮之後呢 彈開之後的動量 我們就可以試為什麼 來 大M的人呢 乘以V大M 加上小M的人呢 乘以什麼 V小M 但是要加一個什麼號 要加一個負號啊 所以呢 你經過一下你就會發現 大MV大M 這等於什麼 小MV小M 大MV大M就是呢 大M的動量 小MV小M就是小M的動量 所以他們的量值相等 只是方向相反 可以嗎 好 那最後呢 兩物體的動量核為0 對不對 對呀 兩物體動量核來為0 沒有錯 所以只有B選項呢 是 這個 不對的 這樣清楚了嗎 好 可以整理一下 來看實際題大概說什麼 好不好 質量100公斤的 台車啊 靜止於光滑的水平面上 我們換個台車好不好 好 好 台車呢 在那邊 靜止好 然後呢 今天水平拋入一個質量20公斤的物體呢 於台車上 像這樣子 有一個東西 拋進來 然後拋進來 它20公斤 使得台車獲得呢 好 所以它拋進來時候 這物體進來了 會讓車子呢 有一個2的速度 好 來移動 如果在相同的速度 再拋一個物體 好 進來啊 我的車子啊 來你看啊 然後再拋一個進來 我的車子呢 會再變成什麼 再增加2就變多少 4 4 OK 所以呢 它說 第二次拋入的物體質量為多少公斤 我就跟你講嘛 那不要被 不要騙人了啦 這全部都是什麼 動量守恆 動量守恆啊 你怎麼拋 你的動量都守恆啊 對 好不好 所以你只要呢 分次 這很明顯是兩次過程 每一個過程的動量都守恆的 你就這樣列下去就好 當然是只有水平啊 當然是水平 所以我們要怎麼列呢 來請看 我水平動量守恆 好不好 所以呢我們看第一次 第一次呢 就是 這個 一開始 只有一台車 好 然後呢 物體還在空中飛的時候 所以我們先做個編號 好不好 這是一 一的意思呢 就是 物體還在空中飛 然後車子是禁止 然後呢 這是二 你看看我的這個編號 二的意思呢 就是第一個物體進來了 然後呢 車子呢 以二的速度在跑 然後再來呢 這個是三 三 三就是說呢 我有一個東西呢 準備要丟進來了 好 然後最後是四 好 丟進來之後呢 我整體以每秒四公尺的速度在運動 所以 這個第一個呢 我們要讓 P1跟P2相等 P1跟P2相等 所以我們會怎麼列 來請看 一開始呢 車子是禁止的 但是呢 20公斤的人啊 20公斤的人呢 是這個 有速度的 是多少呢 我不知道 我寫個V 那最後 那最後 這個20公斤的物體會跟著車子 100公斤的車子呢 會一起啊 有一個2的速度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好 然後接著再來呢 進行到第三階段了 好 第二次動量守恒 我們進行到呢 第三階段 第三個小圈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發現 我會有一個 不知道質量是多少 的物體 丟了進來 所以呢 這個物體質量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它會 它的速度呢 是跟前一塊的速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成一個V 然而呢 此時的車子 上面已經載著一個物體呢 並且有一個速度2在旁 好 然後最後啊 這一個物體啊 也會一起呢 在車上 並且呢 以一個速度4 在運動 所以來列呢 這個叫做P 3 這是P 4 這全部都會相等 這全部都會相等 可以嗎 好 重點來囉 關鍵來了 各位同學 看好了 這一題對點來講 難了一點點 但是你只要看過之後 就很簡單 回答我 其實所有的過程 所有的過程 水平動量都怎麼樣 都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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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請看 我們這邊要切一條線 要切一條線 來 我說這邊是都要手欸 這邊也是都要手欸 這邊也是都要手 但是呢 這邊的動量 跟這邊的總動量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你用眼睛看一下 就知道不一樣啦 這裡是20乘以100 20加100乘以2 這裡是 m加20加100 這乘以4耶 你看這量子就知道 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啊 所以我說的動量手呢 是分階段的 好不好 分階段的 好 因為你每丟一個物體進來呢 你等於就是 有一個額外的動量進來 好 是物體 進到車上的那個瞬間 他們彼此的系統動量手 聽得懂嗎 OK 所以呢 你要看老師的一個 這個板書齁 我用虛線做分割 第一次 會進行一個動量手 第二次 也會進行一個動量手 但是前後兩次的總動量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 可以嗎 好 因為你每丟一個物進去 這個物體本來 是不是就自帶一個水平動量 當時就把這個水平動量呢 供應到那個車子裡面了 所以你越丟越多顆 你的總動量就會越怎麼樣 越大 就這樣子啊 可以嗎 好不好 但是呢 我們分開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分別做一些計算 把數據給找到 什麼意思 我先透過前面這邊呢 把V給找到 可以嗎 對 這邊20 然後這邊120 約掉剩6 所以V呢 等於12 我們帶到右邊這邊來 好 所以你這邊看到V 就用12來換掉 OK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計算了 來 我可以同除以幾 同除以2吧 這個2約掉 然後這邊6 這邊2 所以呢 6M 加120 就等於多少呢 2M 加 240 可以吧 所以呢 4個M等於多少 所以M是多少 好 我們是就這樣操作 操作過來的 這樣可以嗎 好 但是要提醒你喔 我這邊這個等號 我故意這樣畫 好不好 但打個X 好 前後是不相等的 前後的總動量不相等 OK 好 這個要小心 很多人會在這地方卡住 好 很多人會在這地方卡住 OK OK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我再強調一次 再強調一次喔 所謂的動量手衡呢 是分前後 不同的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是指 第一個物體 它丟進來之前 跟丟進來之後 這個物體跟這個車子 整個系統的動量是手衡的 沒有錯 OK 但是呢 你第二個物體 再丟進來之後呢 是這個物體 跟原本的物體 跟這台車子的總動量 是手衡的 但是呢 我這個物體 是不是自帶一個水平速度 所以我這個物體 就自帶一個水平動量 所以你每一個物體 丟進來之後呢 你就會給系統呢 再額外增加了一個水平動量 所以後面的總動量 一定比前面的總動量 來得到 來得到 所以這個雖然你要寫個等號 寫個等號 換個X之外 你最後要再幫我補一個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大於的符號 好 不在這裡好了 這裡 OK P1等於P2 但是會小於P3 會小於P4 好 把這題整理一下 好 專心囉 噓噓 第三題呢 來 我們直接來看了 他說呢 有一個 噓 好 來 阿莉亞 謝謝 阿莉亞 阿莉亞 快點 專心一點啦 第三題 一個炮彈 噓 跟一個炮台 炮彈5公斤 炮台200公斤 如荼所事 他說炮彈呢 離開炮台的時候的速度 好 是每秒40公斤 這個是對地的速度 好 那我們知道 當炮彈呢 射出來的時候 炮台呢 會往後退 這很合理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整個過程呢 我在水面方向是沒有外力作用的 我水面方向的動量是守恆 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子彈跟炮台都是靜止的 所以一開始的總動量呢 事實上是0 那 子彈射出之後呢 子彈本身有速度 所以它會有一個呢 向右的一個動量 我們用力向右為正 向左為負的話 所以當炮台呢 後退的時候 它的動量呢 則是要寫成200 再乘一個呢 負的 好 V台D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假設 炮台後退的速度呢 是V 然後這個速度是對D的 所以會寫V台D 所以你這樣列式之後呢 你很快 把這200 約掉之後 你就會發現 我們的V台啊 炮台啊 後退的速度呢 就會是1 後退的速度就是1 那如果呢 題目要問的是 炮台相對於子彈的速度的話 我們就引入相對速度的關係 V台彈 就等於呢 V台-V彈 這兩個都是對D的 OK 可是要注意向量的處理 向量的處理 所以呢 V台D 你要代-1 減到誰 V子彈對D 是40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41的答案 負號值代表方向性 好不好 負號值代表方向性 那 為什麼呢 會有這樣的結果呢 幫你複習一下 因為我們說過 V台彈 叫做呢 砲台呢 相對於子彈的速度 又或者 稱為 子彈看著砲台 覺得砲台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假設你是子彈 你被射出去了 這個時候你回頭看它砲台 你會覺得砲台呢 是在前進還是在後退 後退 後退啊 所以你當然會得到一個負號 因為這是好詳細的概念 OK 這樣清楚沒有 好不好 來第三題請整理 靜止的物體爆成3塊 爆炸後瞬間呢 的動量呢 是 P1 P2 P3 所以就假設這樣子嘛 原本是這樣子 然後爆成3塊啊 假設一塊往這邊爆嘛 一塊往這邊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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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個是P1 P2 P2 P3 好 同學不要鬧了好不好 爆炸這都動量守恆 而且有說過爆炸呢 的動量守恆是每一個方向都成立的 因為爆炸在一瞬間 一瞬間呢 動量都視為是守恆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知道一開始是靜止的 對不對 一開始靜止的 所以一開始的動量呢 是0 後來呢變成3塊 3塊有3個動量 這個3個加起來呢 當然要等於0啊 當然要等於0啊 對不對 非常合理吧 OK 所以我能夠判斷出來的呢 是這個 C一定是正確的 沒有錯 C一定是正確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其他的怎麼判斷呢 來B 打X B 叫做不知道 B 沒有一定要這樣 為什麼我一定要相等 沒有 好沒有 那同樣的道理 C對的話 珠就錯 C對的話 珠就錯 OK 那現在還要判斷的是A跟E 那A跟E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啊 這就是我們這個 你把它當作是向量的 這個合成 向量的合成 什麼意思呢 我這稍微調整一下 這樣的話會更準 來 你有沒有看到有三個 P1 P2 P3 這三個向量 有沒有很像當初我們在教三粒平衡的時候 的那個圖形 那你今天如果這三個向量呢 相加結果是0 代表這三個粒在幹嘛 這又是當初的什麼 三粒平衡的概念 應該說是三粒平衡的向量關係 OK 我再次強調 這個是動量 它當然不是力量 可是我要 要你看的是他們的向量關係 是類似的 當初我在講呢 三粒平衡的時候 是不是呢 如果三粒呢 是平衡的話呢 他們會有一些特殊的關係 什麼特殊的關係呢 任兩粒的合粒 B等於什麼 對不對 想起來沒有 看得懂嗎 任兩粒的合粒等於呢 第三個粒 OK 那你現在只要把這個粒這個字呢 改成什麼 向量 三向量平衡 它的向量關係就是什麼呢 任兩個向量的合向量 會等於第三個向量 會等於第三個向量 OK 所以呢 我們的A 它怎麼寫的 它說 P1加P2 5 等於P3 對不對 對啊 沒有問題啊 1呢 1加3等於2 沒有錯啊 任兩個會等於第三個啊 這都是正確的 它要問你的就是這個向量的觀念而已 這樣清楚嗎 可以不可以 好 可以的話 這就是我們的17題 來一個框架 質量是5公斤 長度是24公尺 如圖所示 齁 它是竟然在光滑平面上的 齁 等於是再放一個光滑的桌面上就對了 中間有兩個指點齁 M1 1公斤 M2 4公斤 兩個原本黏在一起 後來爆炸之後呢 將M1 M2撐開 M1呢 向左彈開 速度是每秒12公斤 來我們標示一下 好爆開呢 V1是每秒12 向左 另外一塊呢 喔 框架兩端都有黏著劑 所以M1 M2呢 到達兩端的時候呢 就會被黏住了 則下列的敘述呢 何者是正確的 來我們一個人來看 來A 爆炸後 系統總動量為0 對不對 來 對啊 為什麼 我說過不要再寫了啦 爆炸 就怎麼樣 動量守衡啊 所以你要看一下爆炸前 爆炸前是不是大家都禁止 所以有沒有動量 沒有啊 所以爆炸後的動量呢 還是0啊 OK 好不好 再來看B 爆炸後1秒 爆炸後1秒 M1呢 會撞擊到框架 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 啊你整段24 一半多少 一半12公尺啊 啊時間等於什麼 位移除以什麼 速度啊 12除以12 一秒啊 這個沒有錯啊 好 好再來 來我們說M1是1公斤 M2是4公斤 來但是B選項要小心喔 B選項要小心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會有這個答案是有前提的 我們會有這個答案是有前提的 因為 我的M1是不是會先碰壁 這件事情能不能判斷 對 因為 M11公斤 M24公斤 所以根據動量手動的概念呢 你的M2呢 往右邊衝的速度一定比較大也比較小 一定比較 一定比較小喔 一定比較小 所以呢 M1是會先碰壁的 反之如果M2先碰壁的話 你猜這個時間會不會是1 不會 不會喔 為什麼 為什麼 如果M2是先碰壁的 我撞到這個 這個框之後呢 整個框之後就會有一個 產生向右的速度 那你這個時候呢 M1又向左 他們彼此就會有一個 相對速度 他們的接近的這個 時間就會變長還變短 變短 變短 變短喔 變短嗎 好 這個要懂得判斷喔 超短的判斷喔 好不好 C 如果在M1撞擊框架之後 M2尚未集到框架之前 框架的速度是多少 你看這題就要小心了 後面不要再吵了 要我講幾遍 你在講物理嗎 沒有吧 專心一點 好不好 斷考了 你要被盪幾次你才開心啊 來 所以現在呢 我們是要先讓M1跟框架呢 來做一次動量守恆 我們現在的系統 我們現在的系統 是抓M1 M的框 OK 然後讓它來呢 做動量守恆 讓它來做動量守恆 所以呢 一開始 M1是有速度V1的 我先這樣寫好了 但是框架呢 框架是這樣幾公斤 有沒有這樣 5公斤 算了 直接寫好了 來M1公斤 它爆炸完之後的速度呢 是12 可是這時候還沒碰到框架喔 框架5公斤 可是它沒有任何速度 好 那你現在要碰到框架囉 所以你要把M1 一公斤 跟框架呢 視為一個整體的質量 它們呢 碰在你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新的 加速度 叫VX 所以透過這樣一個劣勢呢 你就可以把答案算出來了 好 這個VX方位是多少 就是2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的 C呢 就是正確的 C就是正確的 好 還沒完喔 豬 其實豬才是最難的 兩指點撞擊框架的時間 相差幾秒 相差幾秒 這個要怎麼算 來小心 好 好 來 諸選項呢 有些細節要討論了 來各位同學 我這樣寫你可不可以接受 這個需要額外劣勢嗎 看得出來嗎 好 有些東西齁 你要慢慢進化了 你不可能什麼小東西都要求我一直劣勢劣勢劣勢 你這樣不會進步 你現在把目光齁 對我一直強調 系統的選擇很重要 你現在的目光需要在M1跟M2這兩件事情上面 他一開始是禁止的 好 所以一開始他們兩個是沒有動量 爆完之後呢 整體動量也必須要是多少 0喔 所以爆完之後呢 M11公斤 速度向左12 所以M1的動量是向左多少 12 所以你M2呢 爆完之後向右的動量 一定也要是 可是他4公斤 所以速度剩下多少 好不好 這不用劣勢 這沒有什麼劣勢 這你要知道 好不好 這你要知道 好啦我還是列給你 你看我人多好 因為呢 你知道M1V1 要等於M2V2 OK 好 那接著來囉 注意囉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我今天 M1是不是會先撞幾道框架 他是經過幾秒鐘之後 撞幾道框架 一秒 所以這時間點 你就要切得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經過一秒鐘之後呢 看喔 一秒鐘之後 我的M1在這裡了 好 可是呢 我的M2直到哪裡 我畫的都是準的喔 你看準喔 M2在這裡而已 因為M2呢 一秒整走三公尺 所以他這一秒鐘的時間 他只走了三公尺 可是呢 對M1而言 他一秒已經走了多少 12公尺 可以接受嗎 你有沒有跟上 好 這個是呢 一秒鐘 的時候 好 看我的顏色分配 那是一秒鐘的時候 好 可是呢 在這個瞬間 M1跟框架 會視為一個新的整體 而且我們也算出來了呢 你的框架最終會有一個什麼呢 2的速度 你的框架 你的框架最終會有一個2的速度 向左邊跑 所以對M2而言 他的感受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的感受是說 欸 一秒鐘之前喔 我就看到那個框架 在那個遠速 然後我就依照我的速度 慢慢在接近它 欸 一秒鐘之後呢 他發現 我M2還在前進 可是框架怎麼也朝我衝過來了 有沒有這種感覺 知道是這個感受嗎 所以對M2而言呢 他一秒鐘之後呢 他會覺得框架也朝他這個地方衝過來 所以啊 對M2的感受 我們畫在這裡 對M2而言呢 他跟牆面 一開始的距離呢 剩下9 可以嗎 好 這邊是12 這裡3 所以這裡9 OK 然後呢 他本身的速度 牆面的速度 OK 所以呢 你最終 要撞到牆面的時候呢 要花的時間 T2會是多少 我會這樣寫 我總共有9公尺要接近 但是呢 我本身的速度是3 好 已經努力在接近了 可是呢 牆面也主動的 來朝我靠近 所以呢 我們如果用相對於這種角度呢 好 我就會覺得 這個牆面啊 就是一個 每秒5公尺的速度 再朝著 M2來接近 所以呢 我們會用9 來除以3加2 這個結果 但這3加2什麼意思呢 我幫你標示 你可以視為呢 這叫做 V強 V強 M2 V強 強相對於呢 M2 的速度 那就等於什麼 那就等於什麼 OK 那這時候正負號呢 你就要確定一下了 如果你要令向右為正 向左就為負 所以呢 那 V2 是向右 Harley 它是正 墟是向左所以是負 所以應該是負 2 減掉多少 正3 結果 fo 但這個負號呢 只代表一個方向性的概念 如果我們只是要算時間的話 你只要把這5的這個量子呢 帶進來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算出你最後的時間 所以這題呢是比較難的 這題是比較難的 那這時間算出來呢 當然就是多少 好 這次是1.8秒 OK 這是我們的珠選項 好 那麼最後 有一個1選項 我們寫到這裡來 最後呢 我們的框架 就是說M2呢 撞移到框架之後呢 那框架的速度會是多少 我告訴你 如果你乾淨夠清楚的話 連算都不用算 給你視頻 會不會接受這個結果 給你視頻 為什麼 你就想一件事喔 M1 看我看我 M1呢 質量1公斤 速度12 可產生一個12的動量 衝過來 這個動量呢 會最終呢 給框架來接收 來承受 好 所以框架會先動 可是呢 M2 它也提供了一個向右的12的動量 最終呢 雖然慢了點 但是最終呢 也會給框架 所以對框架而言呢 它得到了一個向左12的動量 轉不轉嗎 好 快去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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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第一說什麼呢 質量100公斤的水箱車 裡面有裝水對不對 裡面好多水好不好 在光滑的水平軌道上面呢 以等速度 每秒20公尺來前進 OK 然後呢 我有25公斤的水呢 至上方牽直的倒入水上的 水箱之內 則車速呢 變為多少 變為多少 來 我又有呢 這個25公斤的水 再加進來 額外加進來 那我們的速度呢 那我們的速度呢 會變成V Prom 好 等於多少呢 這VProm會變嗎 如果會變的話 那是多少呢 這個是我們第一題的問題 來這個是一個系列的問題 我會幫你引導一下 首先先處理這個帳面上的問題 什麼叫帳面上的問題呢 來先思考一件事情 我把這個水加進來這個車子上面 對車子而言 它有沒有受到這個 應該說 應該說 對整體系統而言呢 有沒有受到外力的作用 所謂的整體系統呢 就是把這25公斤的水 跟這整台車呢 當作是一個整體 當作是一個整體 所以如果我們看整體 我們看整體的話呢 我們會發現 並沒有外力作用 所以呢 我的動量是守恆的 當然呢 這是在限定什麼呢 水平的方向上 水平方向上 水平方向上 所以整體系統也是這樣子 可以接受嗎 因為水平方向沒有人 去推車子 也沒有人去推這個水 所以把25公斤的水 跟整台車子呢 當作是一個系統的話 是沒有外力對它作用的 沒有外力在水平方向對它作用 所以呢 我水平方向的動量會守恆 那我們根據動量守恆的概念 就可以來列這個算式了 好不好 來一開始呢 是只有這100公斤的 水箱車 有著每秒20公尺的速度 這時候還沒有任何的 這個額外的水加進來 但是你最後呢 你有25公斤的水加進來的話 你的質量就變多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產生一個新的速度 我們把它叫Vprong 所以這個Vprong呢 我們簡單一算之後呢 應該就很清楚了 好 經過這樣的計算呢 我們就可以算出我們的答案 是16 OK 好 然後有個重點來囉 第二小題 我們自己加一個小題 如果 弱 此25公斤的水 再由下方 排水口 如果 排出 折 V車 會變多少 來 大家想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呢 我這25公斤的水呢 又從我下方 下方假設有一個排水口 又把這25公斤的水給排開來了 那我的車子會變多少 來 給各位選擇一下 你會覺得說 我車子呢 就因為把這25公斤的水排掉了 所以呢 我就會回覆原本的車速 20 這是一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是說 好 我把20公斤的水排掉了 但我還是呢 維持16 這個車速 你覺得是哪一個 思考一下 好不好 給你10秒鐘思考一下 好 思考好了嗎 好來囉 那請問你 你覺得呢 他因為把水又排掉了 所以會恢復原本 每秒20公尺的 這個車速的 請舉手 沒有嗎 不會吧 沒有 好 好 那覺得是 維持 這個 每秒16公尺的 舉手 好 放下 為什麼他會維持 每秒16公尺 為什麼 速度不會再加 為什麼速度不會再加 為什麼速度不會再加 蛤 那我這樣列師拿到不對嗎 你看喔 好 你看喔 我現在 我是不是本來有25公斤的水 跟100公斤的車子 我以呢 16的速度在跑 然後呢 我 25公斤的水 最後排掉了 我的速 我的質量是不是只剩100 那我的車速呢 會變多少 你這樣算出來我告訴你啊 是20耶 是20耶 你有沒有看到 好 我算給你看是20耶 所以是20還是16 20還是16 我都算給你看耶 你還跟我說16 20耶 所以你是覺得我寫的是錯的囉 你膽敢質疑我 你膽敢質疑我 所以到底是20還是16 再問一次 你覺得是20的 請舉手 蛤 沒有人 難道我活了37歲 我的話都沒有人要信嗎 我都列示列給你看了耶 所以你不認同20的話 那你要錯 你為什麼這錯喔 OK 所以20的舉手有沒有 沒有 16的還是16的 堅持16的 蛤 也沒有了 所以到底是怎樣 18是不是 你降下除一二 還是怎樣 蛤 你不是講16嗎 你不是講16 你不是講16 我沒有講16 我一舉20你都這樣 喔一舉20是不是 喔 是是是是 為什麼要維持後面的速度 因為 因為 它的幻性跟那個 蛤 水的幻性跟那個 哪個 哪個 什麼叫水的幻性跟車子一樣 水排掉 所以水排掉的時候 蛤 蛤 蛤 那為什麼 水加進來的速度會變 那為什麼水加進來的速度會變 按照你的邏輯來講的話 那水加進來的速度該也不會變了 什麼問題 水加進來的時候水的水平速度是0 那你排出去的時候 你說水是有水平速度的 那這兩個差別是什麼 啊 有沒有速度 但是你沒有解釋啊 水會把動量帶走 水會把動量帶走 來 各位同學 你的思考是要有邏輯性的 來 抬頭 我先跟你講結果好不好 我平常可以就好 結果是 是16 結果是16 但是問題就來了 我前面這個第一行 是不是在練動量課 我第二行是不是也是練動量課 但為什麼 是錯的 而且我們知道這是錯的 代表呢 這個是有問題的 對不對 在邏輯跟得上嗎 如果這個是錯的 代表這個式子是不對的 代表這個動量守人是有問題的 那是什麼問題 代表他的動量根本 根本不守人 根本不守人 聽得懂嗎 如果你是把水再排掉的這一次的話 你重量是不守人的 好 那我現在再問 我已經把問題簡化了 為什麼不守人 思考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很多同學呢 這是萬年的迷思啊 很多同學都會說 老師 你看水加進來 速度變16 水排開 速度應該就變20 很合理啊 合理跟鬼啊 合理 有外力 啊 講完整一點好不好 完整的敘述 OK 水加進來有外力 然後呢 水加進來有外力 我跟你講喔 所以我就跟你們說喔 你們的論述呢 是完全沒有邏輯性的 你看喔這句話 水加進來有外力 請問你 你的主詞是誰 你的壽子是誰 你都沒講 誰知道你在講什麼 你看水加進來有外力 有外力 外力是作用在誰身上呢 你要講清楚 你要講完整 老師一直不斷地跟你們講 你們的敘述 你們的論述 你們的口條 整個不行啊 你知道嗎 所以要怎麼講 把完整的表達清楚 呢 水加進來 水加進來 所以就不保證 一個向下的外力 向下的外力 向下的外力 Amen 蛤 想一想啊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你不覺得嗎 不是 歡迎 我 請 請 讓我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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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這邊好像頓悟了,是不是? 蛤? 你想不到嗎? 怎麼樣? 就是因為他第一個人說,下... 直接掉下來的時候他水平方向沒有受外力 欸,水在水平方向沒有受外力 你說一開始是不是? 好,然後咧? 之後他一到了那個屋底上... 等一下,再講一次,你說一開始怎麼樣? 一開始水掉下來,然後水沒有受到水平外力的 水沒有受到水平外力的影響 水的水平外力沒有受影響 水的水平外力沒有受影響 這句話的...這句話的... 這句話的這個...陳述是很奇怪的 水落下來的時候沒有水平外力 水落下來的時候沒有水平速度 所以... 所以水平方向沒有外力 所以...誰的水平方向沒有外力? 誰? 他好貴車的水平外力 車子的水平外力沒有受影響 對 車子沒有受到水平外力 對 一開始 好,然後呢? 從後來之後 因為水...因為這車子... 水在這車上... 水他有... 水面他有... 水平外力是16 水平外力是16 最新的十四 平外力是19 continual 有不原因 你就是要在不斷地這樣子的論述之中整理自己的思緒 整理自己所學的內容 你才會越來越清楚 你越不講 你只會越亂 trust 你越講就越清楚 因為你每次講的事就會糾正 你每次被糾正 你就更正確一次 你聽得懂嗎 手 然後水在排出來的時候就變成是 那個車子的水平方向 水的水平方向有收 那個整體系統的水平路路線 所以動量很難 你剛剛說 水有收到整體系統的水平速度 所以動量手能 這個邏輯性在哪裡 動量手能的條件 跟水平速度有什麼關係 他有收到斷電池 對啊 所以 那你的重點應該 你到底有沒有畫一遞 有 蛤 他的速度 我覺得跟他水的那個是一樣的 一樣的速度 幻性的幻性的幻性的幻性 對啊 火箭長100公里 你知道嗎 是啊 應該這麼說齁 你用慣性的方式來解釋的話呢 勉強可以是一個 勉強可以是一個說明的方式 但並不是我在此時最想要聽到的 因為我們的重點應該放在什麼呢 動量 有手痕還是沒手痕 M的壞 聽得懂嗎 慣性勉強可以說 可以說得通 勉強 但是不是我最想要的答案 在此時時刻 OK 有沒有人要再試試看 不然我要說了 所以你看啊 你要回答問題 你回答問題才知道你的觀點的錯在哪邊 你一開始講 然後你要講是不是 好 你再給一次機會 他從水平方向收到外力 誰 誰 車子不收到水平方向的外力是這樣嗎 所以 所以照你講 照你這樣的說法 車子水平方向的外力不會改變 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 如果車子的水平方向的動量不變 那車子水平方向的速度不會變 不是不變 是手嗎 動量 手痕 你說車子的動量手痕嗎 對 那車子的動量手就是 車子本身的動量不變啊 是這個意思嗎 跟爆炸位數量 蛤 跟爆炸位數量 什麼叫很像 你的想法是什麼 就直接講就好 沒有關係 就是 嗯 嗯 20公斤的水 嗯 可以不往下來的話 嗯 嗯 嗯 就是 跟水平方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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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所以 那個車子 車子收到水平方向的力是0 嗯 嗯 速度 速度是0 所以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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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公斤的水 嗯 鄉下的 嗯 速度是0 嗯 嗯 然後呢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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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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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 其實 我不太清楚你到底是在講前段還是後段 你在講前段還是後段 怎麼樣 還有 你會嗎 你是想通了嗎 他會 他會 誰會 好 人家沒取手 那邊一直Q欸 然後你要取手來 走 好 那個呢 一開始水的水平之一位 對 那個 放在車子裡的時候 真的要 放在養主 所以 水 那個車子會分一點 分別 車子會分一點 然後可以水 速度會變慢 然後 現在那麼便宜 嗯 就 只要離開,就不用再,他離開就不會再,在外裏 他離開,什麼,什麼意思? 他要到達一定的速度,所以會拿他來給他動量 可是他離開的時候 你覺得他離開的時候呢,車子已經不會再給他動量了 那樣的速度一樣了,是不是? 我想這個,你這樣的說法跟那個慣性的說法其實是同一件事 其實是同一件事 不能說你錯,就結果論來講是有符合的,沒有錯 但是還是沒有切到我要你們看到的重點 而且細節你們沒有講到 還有沒有人要講最後一次機會 加分嗎好不好 其實,你剛剛說這個慣性的跟這個給動量的,這個都可以加分 小老師幫我記錄一下 還有沒有人要再試試看,最後一次 什麼關係? 剛才問哪一瓶? 質量40公斤的車上有一個60公斤的人 好,畫個圖 好,畫個圖 40公斤的小車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跳出小車 好,小車好,小車有速度 好 當他跳離時相對地面為靜止 當他跳離時相對地面為靜止 我的人是向右跳離,還是向左跳離? 你覺得呢? 這你能不能判斷? 你第一件事情,你要先確定人到底怎麼跳的 雖然你硬要算的話,你其實也不用管人怎麼跳 但是其實是可以判斷的出來的 我的人吼 我們通常跳法都是,你要往右邊跳,你會站在這一側,然後跳過來 你要往左邊跳,會站在這一側跳過去 那是哪一個?此時此刻 可以判斷嗎? 蛤? 不行是不是? 那我告訴你吧 他是在左邊往後跳 你在左邊往後跳 你落地的時候,你才有可能對地的速度是0 聽得懂嗎? OK 你看,我如果呢 我人本來在車子上面 我本來就跟車子一樣有一個共同的向右速度 那如果呢,我又往右邊再跳出去 我是不是又給自己一個向右的速度再額外加上去 所以落地的時候,你怎麼可能速度是0呢? 聽得懂的意思沒有 OK 所以你一定是向左邊跳 好 你向左邊跳呢 你自己給自己一個向左的速度 如果這個速度如果剛好跟向右,你本身的速度呢 給你抵消掉的話 你剛好落在地上的時候呢 就會安安穩穩的 安安穩穩的 所以你下次要跳火車的時候呢 欸你剛笑以前啊 沒有跳火車 沒有沒有,我跟你講以前真的會很多人跳火車 以前早期的時候呢 這個火車站的那個管制沒有那麼嚴格 很多人會逃票 你知道嗎 有些家裡比較辛苦 他沒有錢買車票 他就是在那個 那個 火車 這個停站的時候 好 然後從那個旁邊的草叢堆有沒有 好 慢慢偷偷跑出來 然後跳到那個火車上面 然後快要到站的時候呢 會 車子那個火車會減速啊 他就抓那個車主到一個比較OK的速度的時候 就是跳下去 可是也不能亂跳 要像這個人一樣 懂得物理懂得要 你就能夠減少你落地的時候的傷害 跟衝擊 你不要想這是真的 這都是物理 這都是科學原理 你懂嗎 跳車人要懂得物理的 好不好 好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開始來列市了 好不好 我們今天要先做一個假設 他今天的問題是說呢 我最後 欸 人跳下去之後呢 我車子會有一個 maybe會有一個新的速度 是V車prop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呢 按照這個邏輯來列市了 其實呢 對整體系統 人車系統而言呢 我的水平方向的動量 一定怎麼樣 手痕啦 我跟你講 你這邊十題 有十題都是水平動量手痕 好不好 水平動量手痕一定都會成立的 你放心 水平可以列市 來 我們的列市呢 那就分跳車前跟跳車後 跳車前的動量 跳車後動量相當 跳車前 車子四十公斤 人六十公斤 一起呢 二的速度向右移動 跳車後呢 我們估計 車子會有一個新的車速 OK 然而人呢 人的速度是多少 你看 相對地面為鏡子 就是叫我們帶什麼 你知道嗎 零啊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知道嗎 好 然後把單算出來 就結束了 同出於二十 喔沒有 同出於四十 好不好 二十 二十 阿這二二又約掉 所以V車 就等於五 OK 好 這是我們的第七題 好 請看十四題 說明一下 這個是火箭問題 火箭升空 怎麼升空的原理 你們知不知道 火箭呢 它後面其實呢 真正的太空艙 只有前面的前端 後面全部都是什麼 燃料 它為什麼要燃料 因為它要大量的燃燒 燃料 產生大量的廢氣 它把廢氣呢 排出去的時候呢 好 必須用很大的燃料 才可以把那個廢氣排出去 那你把廢氣排出去的時候 就去做那個反送 你的廢氣會給你一個呢 向上的反送 你讓你的火箭向上衝 好 這跟幹 這幹那個什麼東西很像 你知不知道 跟放屁很像 不過你喔 你就想到那件事 你放屁的時候屁股 要不要用你的 要不要 要吧 你不要說 你沒放過屁吧 不要假 每個人都有吧 你試人吧 放過屁吧 放屁的時候 屁股要用點力吧 因為有時候 有點卡卡對不對 你要用點力才可以把它排出來 所以你要記住一件事情呢 我們把氣排出來 是要出力量 可是你出的力量呢 根據牛頓的第三分鐘定律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這些氣體其實也會給你一個 反向的作用力 好 那我們平常 我們平常的感受 有沒有感受得到這個反作用力 平常感受不到 為什麼 因為你出的力太小了 一下再大力一點 一下再大力一點 然後呢去 然後你下次去那個 那個 去NASA 去美國NASA 去跟他們借那個 呃 無重力的 無重力的那個空間 好 無重力式 好 那你用力放個屁你就會 好 好 結論是向前衝 很好玩 很好玩 好 所以呢 按照這個邏輯齁 看齁 向上的火箭齁 之所以能夠向上升空呢 所以都會有一個向上的力 這個向上的力呢 就等於呢 你把廢氣排出來的時候的作用力 好 然而呢這樣的一個力量 我要至少要抗衡 最後呢 是誰的重量 我的火箭才能做升空呢 你當然要抗衡呢 就是火箭本身的重量 MG OK 好 所以我們就針對呢 氣體排放出來的時候呢 受到的這個力量呢 來做一個劣勢 好 因為這是一個平均作用力的概念 這個公司才記得嗎 好 每秒鐘 他說每秒鐘有幾公斤 有6000公斤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講 我看一下 每秒要排出多少廢氣嘛 所以就把時間抓E 然後呢 實際上就是 欸這是我們要算的 它的速度呢 廢氣的速度多少 是以錢把它帶進去 但最終這個結果呢 要抗衡呢 6000公斤的火箭 乘以什麼呢 重量加速9.8 你就會把這個M呢 給算出來是58.8公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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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